是的,Ivan,可以叫我Per Art Show 我公司名是Per Art Show Media Design 是一間Design company 為什麼叫Per Art Show呢? 你試一下調轉英文名來讀 就是Super Art 為什麼叫Super Art呢?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藝術 從一歲開始,有意識開始 我已經非常喜歡藝術 而這間公司 跟外面的Design公司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加入了一點感情元素 所以做出來的作品是有一點點深思 和特別的獨特之處 我們公司主要有三個業務範疇 就是Web Design E-Business Card Design 和Memorial Radio Design 首先講一下網站設計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我們首先會了解客戶的業務 終止範疇的形象 將Web Design本來平面化 我們會將它立體化 令到觀眾更容易接收到客戶 想提供的資訊 令他可以最快的時間 把公司的理念帶給客戶 另外還有一個獨特之處 現在市場未有的 就是我們的Designer 當完成客戶的一個網站之後 如果客戶有需要提供這個真正服務的話 我們的Designer就會親自教客戶 日後如何自己上載 修改網站的資料 這個也是市場未有的 我們公司獨家的 而第二個 原子名片設計 是幫客戶 拍一些Radio 例如1分鐘 甚至30秒 在最短的時間 可以讓客戶 將他的業務 清楚地表達 介紹給他的目標客戶 我們會幫他剪輯 脫頭脫骨的 幫他剪輯好 幫他穿成一個很流暢的理念 可以令客戶最快知道 公司究竟在做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外面 社交的時候 例如是 派名片給朋友 有時候或者你公司的業務 是比較新穎的 可能很多朋友還沒聽過 你可能要逐個解釋 很久或者他們都不明白 究竟是什麼 好像Ivan那時候 俱連化的講座 你不開一個課程的課 根本人們是不會知道是什麼 你派張卡片是沒有用的 但是 為什麼要有這個 e-business card design 這件事出現呢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另外 第三樣 就是這個 回憶紀念影片 我覺得這個 才是我們公司的重頭戲 但是呢 未介紹好 很多朋友都 不知道他有多好 好像Ivan那樣 未介紹之前 可能 大家真的不知道 他有這麼重要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 的概念呢 是 有一次 我去行山 上山頂 看到一個80歲的老婆婆 她就問我 阿妹 她說 你知不知道我這個年紀 她覺得最寶貴是什麼 我不知道 她就說 她說到她80歲的時候 要走的 身邊的人 全部都走了 只剩下自己一個 吃又吃不多 穿又穿不多 在她這個時候 她唯一最寶貴的 就是她腦裡的回憶 那所以 她這段說話呢 我都記在心裡的 還有一個 案子 就是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好朋友 我的好知己 突然間 心臟病發作 上了天堂 我說走就走了 我完全是沒有意識的 還要是 我去找她 我不知道她走了 然後 是另一個朋友 告訴我她走了 我也不相信 因為我沒有眼睛看到 我也不知道 是真正假 然後 還希望等待她的出現 還一直等 等了藥乾 然後 直到 忍不住了 在Facebook的照片 找她出來 然後才發現 她真的走了 那我只剩下幾張照片 所以 我很想 幫她做一個回憶紀念影片 因為她其實是一個很有成就 很光輝的一個成就 一個人 一個英年總盛 我就很想幫她做這個影片 去讓大家更加去紀念她 認識她 因為很唐德 真的很掛著她 很掛著她 唯有是看這個紀念影片 多看幾次 就可以頂著掛著她的感覺 其實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安慰 所以其實 這個新平回憶紀念影片 其實是 很有意義的 無論是 對 在生的人 或者過生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 非常重要 寶貴的回憶紀念 是值得去做的 Hello Ivan 你好 很榮幸 今天給你邀請上來做你的嘉賓 我記得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就是2014年的 當時我就參加了一個成功創業講座 我是台下的觀眾 你就是台上的客席演講師 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當時已經覺得你的口才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你說的東西很適合 我也想跟你學習 所以之後知道你開班 教人口才班 那我第一時間報名 我還記得 第一個 course報的學費 二十多元 我真的想跟你學口才 因為那時候我是做 一些大隊的先上工作 但是我的缺點就是 好害羞 一見到人就臉紅 即是被人看著臉紅 所以我也要戴著那個面具 來跟你說話 我才不會口疾 所以大家 不要亂猜 不要以為我穿著黑色衣服 或者戴著我的面具 就以為我是標籤了 我是甚麼人 其實不是 我只不過是害羞 那為甚麼穿黑色呢 黑色是設計師的制服 那 其實先說回iPhone 那 之後後來就知道你 在Poli教口才班 更加覺得你厲害 然後 之後 再有那些AI金融 區連快講座 嗯 那我就覺得你所選擇的題材 也都非常貼地 那 絕對是一個 口才界的 鵝虎藏龍 那我看到Youtube 那麼少觀眾 那麼少Like 其實我也覺得很意外 是因為觀眾還沒發現你 還是 因為你現在的樣子 欠缺包裝 因為我 嗯 參加過你那些講座的時候 看到你都穿了 整套西裝包裝 那 可能就是在Youtube上面 是不是 要花一點點時間去包裝一下呢 對了 那 就在你幫我 做我的公司宣傳之前 我都希望 讓大家的觀眾 認識一個真正的你 香港人呢 可以用Student Visa的身份 或者是專業技術移民的身份 申請過來澳洲入籍的 但是 嗯 技術移民呢 就要有專業資格的 以及有僱主擔保的 那 因為在澳洲 每一樣工種 他們都分門別類很仔細的 一定要拿到那個專業證書 才會找到那個工作 那個業界的工作可以做的 那 嗯 就算沒有大學 都一定要有個專業證書 要不然就很難找工作做 因為他們是白人優先找工作的 壞人在後的 來了澳洲九個月的了 但是因為從三月開始 澳洲政府就已經封關了 又封城 又有宵禁 那 就算 好像Sidney 沒有宵禁那些地方呢 很多店鋪是不准開門的 有很多店鋪做不住都倒閉了 因為那條街沒有人 那些人不敢出街 就算是 他們政府又會立例管制 某一些店鋪是不准開門 只是藥房可以開門 譬如餐廳 只可以做外賣 不可以做堂食 那很多人都不敢出街 因為怕傳染 那條街好像死吃一樣 那 那就 本地人都失業 所以外來人更加難找工作 除了是自己開公司 開公司 現在都很難做 一甚少人開公司 因為都要等疫情過了 才會回復市道 那時候人們才開公司做產業 所以我們現在都只有一個捱字 那我主要的業務 其實都是靠香港本身的朋友 老闆、舊老闆 射著、撐著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 ASU的設計特色 當大家需要設計的時候 都會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多謝大家 多謝Ivan